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网友问我对香港的地产股和房地产信托基金 是怎样看的 我想这位朋友主要是希望做一个收息 就是一个被动收入 我的回应我觉得不是太看好的 但是觉得领会会比较突出 因为他的业务比较多元化 我们去回想一下过往20年 香港的楼市不知道升了多少倍 我以这个叫做住宅来说 我不要说商铺或者写字楼 我不相信这20年是升了很多倍的 但是我手上没有数据 但是如果我们好像买龙头的地产股 例如新鸿基那样 大家都觉得新鸿基的楼盘是优质 也是一家很实力的房地产公司 但是新鸿基呢 2000年 大概21年前 其实那个价钱都是七十多元而已 七十多元 那我们看回这个图 应该就这样 那一条线是七十元左右的 那现在的价钱呢 是九十六个八 那就是呢 大概呢 是升了二十多元 升了二十六元 七十元升了二十六元 那就是呢 大概呢 都是 可能是三成左右 那当然呢 那它中间呢 每年呢 都有四厘多的息派 那 那 如果可能一些稳定的朋友 就觉得 那都不错啊 是啊 就是 都起码都有一些赞下 就是 好个把银行 那可能是 但是如果可能 就是你有这样的财力 去摆在 香港的房地产那里呢 那其实呢 那个回报呢 就会 会 夸张很多 就是这个人生 都可能会改变 就是说可能你 买一百万买在 新鸿基的股票那里 和你一百万买在一层楼呢 就算我当你没有做任何的杠杆 那当然 那机会很小啦 通常都会做 那个按揭的了 那那个升幅呢 是更加夸张的 那所以我可以看到呢 其实房地产股 香港来说呢 是长期呢 是跑输给这个 房地产 因为那个问题 房地产的好处呢 就是层楼 那它不会有任何 特别 就是那个叫管治的问题 或者呢 就是地产公司 它虽然就是 那个楼价升 但是它是不是有足够的 那个地 就是那个地的那个储备呢 或者是 那个竞争是怎样呢 或者那个政策是怎样呢 都会对它有所影响的 那西鸿基 除了是 發展商之外呢 也都是一个 就是叫大财主 这个大地主 不是 应该是 大业主 是的 那它一半的收入 是流至租金的 那所以呢 其实就 会比较难去比较 因为 例如股市大跌 新鸿基 那个股价都会跌的 即使那个房价是上升 是的 那还有可能它 没有足够的储备呢 就算刘家昇呢 都跟它没关系的 那当然新鸿基的储备 都是很雄厚的 那但是这段时间呢 特别对于房地产 就是这个股票的影响最大呢 就是内地呢 都是很强力地打压这个 内地的房地产商 也都有一些信息呢 是指出呢 香港这两年 或者这几年的一些 不稳定 或者乱象 或者对政府的不满呢 是来自房价的 长期高企 所以呢 就是那些人呢 觉得呢 上楼或者买楼 无望 所以产生一些 就是 不满的情绪 或者有楼的人呢 身家就不断地去到暴涨 没有楼那些人呢 追极都追不到 也都呢 就是很贵的价钱呢 是买得很小很小 就是 就是可能是 四五百万都是买到 百零二百尺的楼那样 那就令人觉得呢 为什么政府 就是这么无能 为什么房价升得这么快 但是都没有 找到一些新的地去建楼 那当然可能政府有它的问题 或者它有它的挑战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呢 中央觉得呢 今次一定呢 要这个呢 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是的 就是呢 那有些人觉得呢 是不是会打压这个房地产商呢 或者是怎么样都要 这么低个楼价呢 那所以令到那些房地产商呢 就是这几个月的股价呢 都是没有淡好吃的 那我另外呢 有朋友 就是那个问题就问 那Rich又怎么样了 那我一般去看一件事呢 因为其实 我就不是常常很懂分析的 或者真的个人比较懒 我通常看下它过往那几年的表现 那股价表现呢 就看到其实呢 这个市场呢 是不是有前景了 那当然我们 我们以往有时候看就 哇 跌这么多正啊 趁低级了 那但是如果大家买了恒大 或者以前买了私捷 买了中石油 中人秀那些 现在都还很惨的 是不是 或者最近买了阿里巴巴那些 都输到阿妈都不认得 所以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说 我们宁愿是买一些呢 是股价是长期平稳 是跑赢过大市的 那我自己觉得Rich很重要呢 就是除了派息之外呢 其实跟我们之前说的派息基金一样 就是呢 它是不是保持到 可能三年五年或者一年 都是在一个平稳的水平呢 就是起码市跌它没有跌那么多 或者升的时候呢 它都有份 或者起码呢 那个价格呢 派息之后呢 都还可以维持到 那例如那个房地产信贷基金 它是派六厘息的 那如果那个价格不变 那我每年收六厘都不错啊 那我可以不等钱小 可以把那些钱再重新投入 reinvest 那就可以达至福息那个派息的底增 那这个都是一个不错啊 可能以前很多人就是 汇丰他就是以 就是叫做可换股 或者不是可换股 就是说那个以股代息 那样 是的 那些钱就不断存 越来越多匯豐 那样 以前煤气是十送一雄股的 是的 那那个单位越多 那将来派的息也都越来越多了 那但是这几年 香港的房地产的表现又是怎样呢 我们看看了 那我就列了一些主要的房地产信贷 有些太小我都不列出来了 或者内地那些 就是太内地或者太小我都不列出来了 那还有香港的一些主要的大地产商 那可以看到呢 那这一板就是他们的名字 那还有那个派息率 那都主要那些都列了 那最高派息就是富豪 1881 跟着新世界 加利建设 智库房地产 是的 主要是一些民生人 冠冠 那就是这个 那个朗豪方 是的 还有冠冠就是花旗银行大厦 洋光放地产 都是一些 張溫澳广场 上水的商场 有些旧一些 宏库 主要是一些 在观塘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浙如冲那边的一些 写字 和一些工业的大厦 行地等等 那我们看到 那最高就是刚才我所列的那些 那我就按回个 太息率 那比较低是 就是九重仓 那我都给大家看回他们的 这个贴在最后面 这个就是他们各自的 那大家 如果想找回他们 那个 股票的代号 就可以在那找回 但其实现在Google也很方便 那但是他们究竟 他们的表现又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看回 如果以三年来计 最好就是九龙仓集团 那九龙仓集团 那九龙仓集团呢 主要是做地产的 地产的 喂 这么废话 或者什么意思 以前呢就是那个收租 就是说 例如他的 中港城 海港城 海港城 和Times Square 就后面拆了 就变成了九龙仓事业的 那所以九龙仓集团呢 主要就是其他的物业 和他都有做一些 发展商的 有些是内地 他都有土地处备 那他做得比较好的 那原因是什么 我都没有深入研究 接着第二呢 就是那个宏库 产物信堂 就是那些官堂 或者就是 一些比较旧的工业大厦 或者是一些 比较月级的写字楼 那我估计 那我估计 为什么这个做得比较好 因为经济不好呢 那些甲级写字楼呢 那个租金太贵呢 就令到一些人 转移了去 官堂 或者比较二三线 就是好像长沙环 或者黎智国那些 搬去那边 那所以这些 可能以前 大家看不起的一些 物业 那就多了人搬去租 还有呢 现在很多就是说 很多上楼啊 一些好像蛋糕店啊 或者是 这个开班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 时装啊 有些都上去 工厂大厦上面 或者甚至有些食肆都是 那所以呢 就是因为 就是那个地铺太贵了 那反而造成了这些 多了人租 或者一些呢 是大的单 大的铺 就变小的 不是 大的写字楼 就想小一些 或者一些个人的 working place 或者一些 co working place 那些呢 就多了在这些 这样的工厂大厦发生了 是的 那接着就是 支付产业信托 但是我们看回 这些的房地产股票 或者 其实 三年大部分 都是负数的 我们看到 一年有些 因为 香港复苏 那就做得更好 但是大部分 我们看回 好似 我们最熟悉的 新龙基 那样 三年呢 都是输 12.95 这个是 价格 那 最差呢 是哪一只呢 就有 祥和 另外呢 是月秀房地产 新世界 都是跌了24% 那甚至是 RIT 陽光房地产 智庫呢 都是输了13% 恒地 是输了16% 九仓 都输了13% 富豪呢 酒店首当其冲 最大影响 不过今年好些 因为有些很多 做了疫情酒店 但是三年呢 都不见了30% 所以我们看回呢 整体呢 整体呢 一年也好 三年也好 整体的房地产 不論是RIT 和这个 地产股呢 表现呢 都是一般 那当然 RIT在香港来说 那为什么 表现没有那么好呢 好像 大雅哥领展823 其实他今年也是负数的 2.09 三年都输了11.28 他之前是很威胁的 但是这几年呢 都开始有个放缓 他都要走出香港 去到澳洲啊 去到内地啊 去到英国啊等地呢 去发掘一些新的投资项目 那这个他做得比较好 但是 因为那大环境的问题 就是政治运动啊 疫情啊 和网购呢 因为疫情的缘故呢 越来越盛行呢 令到呢 现在这些房地产信论基金呢 都受到影响 还有香港来说 就是少一些一些 好像医疗啊 工业啊 物流啊 或者是这个叫做 Digital Center 就是数据中心那些 就是比较多元化的一些 的RIT 通常不是写字流 就是商铺 那这些就最受疫情 或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那所以呢 在香港整体的RIT的表现 和房地产的表现呢 就没那么好 就是房地产也是受到 那个政策的影响啦 或者有机会 投资者担心呢 就是房地产发展商呢 都有机会受到打压 那样东西呢 就是共同富贵的概念 加上这样东西呢 都会影响 那个投资者的情绪的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表现呢 是比较差 所以我觉得就 没有太值得去投资了 那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呢 都有说过一些指数基金 那香港呢 之前我们说过的主要是新加坡 那但是香港终于 其实在今年呢 都有一只新的了 那这只呢 就是我们看看 那这里 我就选了几只呢 香港那只呢 那香港就是 什么呢 Samsung 就是S&P High Dividend Asia Pacific 亚洲及太平洋 但是呢 就不算纽西兰的 这个都好像加上日本的 那呢 就3187个Code 那我们去看回 那这个 那这个 那另外呢 那头那两只呢 是美国的 在美国上市 应该这么说 第一只iShare Golbal Rate 就是全球的 全球性的 REET 这个就好像不算美国的 全球性的 非美国的 应该好像是 那将来 可能各别 再逐个 逐个 和大家介绍 那XLRE 呢 就主要是 在美国的了 上市的 房地产的基金 那跟着呢 CSOP 就是 新加坡上市 这些是比较新一些的 就是 新加坡上市的 REET的指数基金 那跟着呢 PHIL 这个代号呢 Phil 这个呢 就是亚洲太平洋的 那个 高息的 就是那个 REET的指数基金 这个算是日本的 那跟着 下面NICO 这个呢 就不算日本的 亚洲的 指数基金 就是这个REET的 ETM 那 那 最下面呢 LION LIOP 这个呢 应该那个 新加坡的 Code 看 先 我都不记得了 是的 好像不是这样的 这个 但是 这个 是的 这个 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说 或者大家可以看回 那段片 因为这里呢 显示出来的 那个Code呢 其实好像不是太对的 是的 好像 LR 忘记了 不要紧了 有机会大家可以找回 那 那我们看回呢 它们的 息率来说呢 最高那一只呢 就是新加坡那一只 LION Philip S REET 4.29 跟着就是NICO 那一只呢 亚洲 除了日本的 那一只 是4.18 那美国上市那两只呢 就比较低 还有呢 它们都要收个股息税的 那所以 如果收了30%股息税 其实只有这几的 就没有那么 就是那个 叫做 息率那么高 那其他那些是 如果在新加坡上市那些 就不收这个 股息税的 那香港那些就大概三厘左右 都OK 是的 那但是我们不如看回表现 不要纯粹看那些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 香港整体那个三年呢 那些地产股价 现在REIT只有两只三只 是有正数回报 其他都是 通常在输十几二十个百分比的 那我们看看 REIT的ETF 在美国或者 在亚太其他地区的表现是怎样的 好 那我们看看 GOLDBALL REIT 三年都有18个百分比的 那都OK 如果我们计算 不要计算派息 都每年有 5-6个百分比的 都OK 那美国这只就变得更好了 三年升了46% 一年升了36% 那我们看到 那个表现也是很 厉害 就是 没计算派息 派息很少 派这几 但是价格就 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 美国那些股息都不派息 或者息很低又要扣股息 人家的升幅比你很多 你派了息股价都盖不到 那你买来干什么 你去买建行 你去买工行 长期都是好像新鸿鸡那样浮浮沉沉沉的 根本在这浪费时间 就跟自己说 都好像有派息 其实根本就是挫脱税元 除非你很多钱 如果你是年轻人 就不要买那些什么高息股了 浪费的 好 或者你买高息 你立刻要看股价 是不是跑赢了恒生指数 是不是跑赢了标普500指数 是不是跑赢了立斯达克指数 如果你买高息股 起码派了息之后 每年有10%你才值得去买 是3至5年都做到这个 你才去sport这些公司出来 就不要说 哇 他3年跌了50% 趁低级了 那你一定是会去到万劫不服的 那我们看回呢 除了这两只美国上市 就是一个环球的房产信托基金 和美国的房产信托基金 这个表面做得好之外 我们看回 第三做得好是新加坡的 那为什么新加坡会做得比较出色 因为它比较多元化的 我刚才提过 有医疗啊 有物流啊 又有一些的数据中心啊 就是比较divestify 还有它里面很多大的指数机 就是那个REATS 其实都有投资海外 就是说你买新加坡这一只 其实在某程度上都帮你地域上divestify 就是他们这些的REATS的公司 是比较进取一些的 香港得领会做到这个 其他全部是很本土 要么就全部在大陆 要么就全部在香港 还有已经没有什么新项目了 就是纯粹是有个物业在那里 坐享其成在那里收下租 或者帮它装修一下 整理整路 其实没什么大发展的了 香港那些 那跟着第三个那种 就是新加坡 Philip Asia Pacific Different Leaders 那三年都是正数回报的 有6% 一年5% 那所以我们起码选REATS 最好一年三年甚至五年的表现 都有正数回报 就会比较好 因为你都是想着 稳稳振振 起码5-10%回报 假设它派2-3厘 或者3-4厘 那它的价格不变 那你也有2-3-4厘收下 就算是好过马银行 那如果它的价格有5%升幅 派息有3-4厘 那你都每年有7-8%回报 都不错 那如果我们看回这个状况来说 就是 就是 美国那边或者环球那些 就做得好 过香港或者亚洲 比较多些 那亚洲那些是纯粹叫保命的 是的 纯粹是没跌下来 那当然如果你说 我收下息有3-4厘 价格不跌下来 或者升少少 你都觉得是很满意的 或者你觉得 我可以那些价格再放下去 再投资的 那都OK的 但是香港就不错了 因为香港就废了了 好 那今天 和大家回答一下 一些新加坡REIT的ETF 究竟里面买什么 大家都可以看回 资讯卡那些 我之前说过一些REIT 香港也好 香港那时候很棒 那时候我敌力推介 但后面过了疫情之后 已经两个世界了 那新加坡REIT的ETF 我也有介绍过的 那大家 都可以尝试去重温一下 但是呢 之后我都会再和大家 更新 和再分享 美国的REIT 是在做什么 买什么 当然 刚才那几个 那些组织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对 例如 GOLBAL REIT 就是iShare 就是REET 在美股市场买到 那我现在 之前我也有库图 但是库图 就说 中央就说 跨境罪行我 不是 跨境叫人家投资 那我也有点害怕 所以现在主要 我卖美股都是 interactive brokers 如果大家都想申请 下面有条link 可以登入 就是一个refer link 他好像也有送一股 interactive brokers 的股票 都不错 都成千元 港元 大家有兴趣可以申请 另外 XLRE 就是全美的 全美国 做得很好 都可以大家留意 另外 那几个就是新加坡 在IB平台 都可以买到 新加坡的REIT 它有新加坡 也有些是美金版 是的 这些可以就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香港 会 пом判好 互相互跟它 3187 都可以 虽然可以在市场上市 仗场 但呢 表现還是平易 end 也不错 有 specific mecut 还是未然 顶可 Bunun 如果大家覺得我今天的內容不錯,請訂閱,按讚,分享,和按一下小鈴鐺 當我影片推出時,就可以立即看到 近來都比較多大家的查詢,我都盡量希望去解答 幫到大家,我自己心裏都很有滿足感 因為其實在金融市場裏面,是太多陷阱,太多鬼詐,太多欺騙 其實你只要上網有很多資料,可以自己找 其實剛才所說的,我都懂得很不羽毛,但我都在Google搜尋 我最簡單,我選一隻基金也好,股票也好,指數基金也好 一定是看一年,三年,五年的表現,是否拍得住大市 或者是否起碼平穩地正式會有回報 即是我期望那個回報是每年有5%的,會起碼做到先 他都做不到,為何會買 即是你內心自己有個投資的目標,可能是5%,8%,15%,20%都好 至少他看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他都做到 他出錯的機會便會低些 但他可能只是今年好,但過往都是負數的 那就要小心,即是他可能是很周期盛 所以我通常什麼都不懂,但我從股價,價格去再去選一些好的東西 再在裡面,再深入研究,這樣才是好的方法 或者我覺得是比較好的方法 或者是減少一些陷阱,即是不踩地雷的一些方法 好,多謝各位一直以你的支持,多謝了